开半才不久的京武体操学校 因为货元甲的离世而遭受重创 据成功者回忆 当时学校的事业无形评论 学生不来 空悬一块招牌 随着生源减少 学费也收不上来 学校的收入每况愈下 刘振商的人愁眉不展 为长此下去 恐将流落户间 货元甲是大妻 警务会的大妻 货元甲突然去世 等于警务大妻就倒了 这马上就进入夭夭欲坠这么一个状态 后来就是陈其美他们的几位骨肝 他们觉得这样不行 货元甲试试了 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他的一致 另一方面不能金务会就这样消失 因为金务会成立的当初 就有很高的精神 很高的力量 货元甲去世后 金务会骨干成功哲 姚禅博和卢伟昌等人 自筹经费继续办学 先后聘用赵连和 霍东阁等多位名师指教 辛亥革命后 更是坚持民间组织特点 将金武体操学校重组 更名为金武体育会 并秉持乃文乃武的开放精神 以体制得三欲为宗旨 着手扩充学科 改良形式 会员活动不止局限于武术 范围更逐渐扩展至音乐 绘画 国医 狩猎 兵操 演讲等 在三人的努力经营下 金武体育会逐渐恢复了生气 从1910年到1920年 金武体育会十年中将会员发展至1100余人 并一路向南发展 一直到达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国家 在当地宣扬兼武精神 建立分会 声势不断壮大